感谢您继续锁定时程有约 人上了年纪最担心的就是跌倒受伤 但是本地却有一群充满了冒险精神的年长人士 他们年过半百才开始挑战极限运动滑板 是 这集的人生不设限 就要带您去看一名年近花甲的新近爷爷 怎么无惧摔跤才上滑板自由滑行 57岁的心理咨询师梁永泉 两年来七次走到这家滑板店门口 却又裹足不前 学习滑板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但直到疫情发生后 他才鼓足勇气踏出关键的第一步 好 您好吗 好 这是我买的机器 这一两年来当中 每当驾车经过那某一个滑板店的时候 因为它的滑板的颜色很新鲜 所以都是很吸引人的 可是周边的停车其实是很不方便的 工作方面也是很忙 所以如果想要真正地去学习的话 可能也没办法挪出这个时间 鬼死神才 心血来潮 所以当时马上就下定决心说 我把它买下 顾及到安全性能 滑板店的老板推荐永泉 尝试一款名为远程程版的滑板 这比大众熟知的阶式滑板 板身更长 稳定性也更高 适合长途滑行 老板也介绍了一家有年长者报名上课的长板学院 希望助他一臂之力 带着一颗赤子之心 永泉第一次上课时 内心充满了兴奋之情 不过因为年龄的关系 在初步掌握滑板动作的时候 后部之忧还是会不时浮现 每当那刹那没有办法掌控的 或者有一些失去平衡 那个就是那个恐惧感就会产生 而且这个年龄就是 可能骨骼松软之类的 然后骨折这方面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担忧 这家长板学院开班短短9个月 就吸引了超过10名50岁以上的学员 对指导年长学生也有一些教学心得 这是永泉的同学 今年也60岁了 因为疫情运动量减少 突然发现岁月在身上留下了痕迹 因此决定重拾儿时梦想 年长学员这般望年的潇洒和勇气 让班上年轻学生自叹不如 当然会有一点惊讶 因为你看周围到处都是年轻人 对吗 你看到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学生 你觉得他们可以吗 会不会太危险 但是当他们站在板上的时候 就觉得什么年纪都可以学习 是没有问题 经过多个月的学习 永泉已掌握了长板的基本技能 绕着近900米的跑道滑行一圈 不在话下 这时他又萌生了新的念头 这天他带着儿子 媳妇 以及刚出生两个月的小孙子 一同到体育城 想让他们看看自己学习的成果 虽然说永泉爱挑战的个性 家人早已见怪不怪 但是看到他踏上滑板时的自在神情 依然倍感欣慰 一个五十岁 蛮不错啦 六十岁 六十岁 五十七岁 他有头盔 他有手套 刚才你看到他也是没有到很快 而且我觉得他比我健康 真正的勇敢不是不害怕 而是不畏面对恐惧 年过半百的梁永泉 希望借着学习滑板的感悟 迎接人生路上的各种挑战 觉得学滑板让我能超越自己本身的一个局限 从很有掌控到失控 然后又能回到掌控 这样的一个交替 对我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吧 能很飘育 很自如 很自在地这样子去体验吧 这应该是从中得到的最大的要求 今天的事成有约就播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与您再会